接下来我们谈谈美国这个话题了 美国在这段时间内部的疫情 如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基本上受到良好的控制 但是内部的舆论以及外交的问题 却有不少的一些问题产生 小小施不上利 包含了什么 包含日前美国前副国家顾问 国家安全顾问博明 在卖给台湾几千亿的军备之后 要台湾自己当个次位 我们要坚持防御力 必要是我们来帮你 但是下台之后就表示什么 中国如果武统台湾 台湾人就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我的妈呀 我买你的武器 然后你武统台湾之后 你还叫我自己去牺牲 你都说妈的你当我们傻子 我不会好好跟中国自己谈吗 大家好好做生意 不要牺牲不是更好吗 你卖了几千亿武器给我 然后让我去跟比尔达 不止十倍的国家去呛声 然后让我去牺牲 这怪个东西东你有没有搞错 当时你卖给我武器的时候 好像不是这么说的 你怎么一下台就改了 这个口径真的令人真的是很傻眼 你卖给我武器的时候 是说我可以去肩毁上岸的敌兵 然后撑一段时间之后 美国就来了 不是 你现在不是这样 叫我去牺牲 然后牺牲还不是我们执政党的问题 那执政党你直接去跟中国谈不就好了吗 谈一谈大家有钱赚 有过好日子不就好了吗 干嘛要去牺牲 为了你美国 有时候真的是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 而美国在军事上的美国的战略司令 他有去表示 他叫什么名字叫理查德 他去示警 中国不排除随时取消不率先使用核武的政策 那么美国跟中国还有俄罗斯他们比我们彼此之间发生核战的机会 是非常确实有可能性的 在这个时间中国也完成了怎么样 完成了陆基中断反飞弹拦截技术的测试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他来较劲的 为什么意思就是你飞弹打得出来不要紧 我也可以把它打了下来 无论你是老美还是印度都一样 我没有在怕的 无论你飞弹什么颜色的 来我就是可以把它打下来 所以说你不用威胁我了 俄老师在前年应该是2019年 应该是2019年推背除了预测中 有预测到中国会遭遇到核战 届时中国会进入到另一个阶段的战国时期 很多人觉得不可能 因为核战不会打 但是当政治的需求高过一切的时候 人类都会自我毁灭的 这个不用怀疑 我们不用怀疑美国有什么人 人类自己会毁灭自己 这叫什么坐死 不坐死就不会死 但是通常人类就是坐死的那一种 明明知道吃碳烤会致癌 吃不吃我吃 吃高糖分的饮品会这样身体肥胖 吃不吃我吃对不对 我喝 所以说人类是不是坐死 就是一个坐死的节奏 不过到时候美国会不会遭受到同等的打击 然后这个很难说 因为推背图他不讲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 这是比较有趣的 它是一个有限制性的称言 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从这里看到 当美国需要的时候核战 它是一个选项 这是没什么争议的事情 通常我们看到这种言论出来的时候 获释都不会离太远了 大概就是一两个历史单位里面的事情 也大概就是一个单位大概就是20年 两个单位就是40年 这20年到40年之间很有可能发生这些事情 大概也会发生了 但是这是一个历史的惯性 是不是绝对 也不一定是绝对 而在其他部分 美国对缅甸的政变 这显得他是没有能力介入的 除了批判 几乎也没有改变缅甸的任何的意愿 我们不能说他没有这个能力去改变 缅甸军政府 其实美国实力大国缅甸不上百倍 但是美军不会有任何的意愿 去为了缅甸的什么民主自由 去把缅甸军政府给打趴下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没有利益 你知道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看 台湾的朋友 台湾的亲戚 我们的同胞 为什么你会觉得 美国大兵会为了我们台湾的民主自由 去牺牲他们美国人的生命 打叙利亚打伊朗 那是因为他们有石油 又是卖石油的竞争对手 所以他打的是有意义的 各位 美国从越战跟韩战中学到一件事情 不要氏族去打一场没有利益的战争 打了你也是会输 为什么 因为你是打理想打气质的 别人是跟你拼命的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而伊朗的制裁是因为两个部分 伊朗跟别的国家不一样 为什么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伊朗它是卖石油的 对美国它是有影响 第二件事情也很重要 是什么 伊朗是卖石油的 对美国有影响 老师老年痴呆了吗 parking了吗 不是 因为这两件事情对美国都是有影响的 美国当时是石油最大的采购国 所以说伊朗对美国是有影响的 到美国成为美国是一个大型的石油输出国 有页岩油的输出 也是基于利益两个字 也所以说伊朗的石油对他来讲是一个竞争 这里老师要澄清一下 不是美国特别坏 其实大家都一样 只是美国还知道用电影去包装 演个阿甘正传 弄个抢救雷恩大兵 就变得是美国所有的军队都是正义之师 那些越共那些德国那些纳粹都是坏到不能再坏的种族 那只是他们没有赢 当时他们没有赢 所以说他就说他是坏的 对不对 就连漫威世界里面的英雄 所有英雄都有 对不对 什么黑豹什么都有 但是美国队长一定要是领导者 对不对 这是他有权威性的 对不对 美国队长强大到什么地步 他连雷神索尔的北欧文化的一个声明 他的铁锤都可以来用 为什么 因为他是神之子 因为各位没想到里面的淫欲 美国是神之子 所以说他连其他国家的神所用的器具 他能够使用 对不对 而加上这里 从缅甸的政变 联合国他对这件事情产生了一些意见的分歧开始 就可以看出来 美国的大声几乎没有太多国家去响应 为什么 因为缅甸的军政府号称是选举舞弊 美国这时候讲话 你现在小声一点 为什么 因为他的特朗普才刚刚结束 所以说这个事情 如果早个一个月发生 不要一个月就好 特朗普肯定会大声的什么样 欢喜 然后兴奋不已 然后开始力挺缅甸 对不对 赶快把那些人违反的全部抓起来 把拜登全部抓住下来 抓起来之后有没有罪 不要紧 先射箭再画把 对不对 这个不难 这个可以让我们台湾取经 先射箭再画把 反正怎么错都是他的错 对不对 而说台湾 台湾有一件事情叫做盖亚娜事件 这让美国也是一件脸上无光的事情 盖亚娜原本同意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 在盖亚娜可以设立一个台湾经贸办事处 消息一出美国开始点头称赞 你很棒 好棒棒 台湾政府欣喜若狂 这是外交的大胜利 为什么我们的伟大的总统带领我们冲出外冲出中国的封锁线 在盖亚娜设立了什么准大使馆的规格 但是我发现到一件事情 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 一天之后盖亚娜就宣布这是一场资讯的误会 台湾办事处并非外交使馆 既然你们都已经误会了 那么我们不好意思了 这件事我们就穿过水无痕 当做没有发生过 所以说所有的准备一夕之间化为乌有 为什么对美国月上无光 因为美国无法去影响盖亚娜 让他们同意设立台湾经贸办事处 他也没有这个时间去调停这件事的演变 就变成了直接只能这样的结果 眼睁睁的看着盖亚娜去踢回了台湾的申请 这个事情盖亚娜在美国在过去 应该是可以影响说误会没有关系 你让别人先去设立 对不对 这个事情先达成代表美国的影响力 但是这一件事情就恰恰的反映出来了 美国对外交的影响力开始弱了 无论是对缅甸或是盖亚娜 他都没有办法很及时的去影响他人 所以说为什么老师标题写 美国领导盟友跌倒 为什么 因为美国下线的领导状况之下 跟他的之前很好的盟国都已经被他背叛了 无论是澳洲 无论是法国 无论是德国 这些国家都被美国去背叛了 包含了其他的国家也都是一样 你现在美国要起来 从这样子起来重新领导了 在国务院去宣布了什么 全顾美国回来了 你知道别人为什么要听你的 你在国务院其实是为了让其他个地知道 美国回来了 各位我回来了 所以说你们把原来该听我的就听我的 但是大家会信吗 老师在中美贸易战系列里面都讲过了 到最后别人不会再相信你了 因为你朝令夕改 因为换一个人你就改一个方向 请问一下四年之后 你是不是现在谈好了 又全部要重来了 那么我们不如跟中国一样 怎么样 自立自强 我们慢慢的跟你脱钩 我也不反对你 我也不讨厌你 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我不相信你 从自有变成好友 如此而已 而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盖尔他宣称 他们坚持的一个中国的外交政策 这个部分也跟美国在拜登总统上台之后 也做同样的宣称 一个中国也就是三公报的原则 并没有改变 美国依然是把中华民国踢出去的那个人 而他也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引入到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里面 取代了我们中华民国 这也是美国干的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主自由 当然我们要支持台湾 有需要再找你 什么时候需要 缺钱的时候 对不对 台湾的傻小子 又买个美国买的最高金额的军火 但是得到了最少的东西 为什么 不为什么 你要买就买 你不要买 对不起 那你也没得选 你只能跟我买 你也不能跟别人买 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事情 所以说 我们在现在的整个的外交环境跟社会处境之中 千万不要太去相信媒体上所跟你讲的 所谓自由民主博爱 这个是基于他人的利益上面而存在的事情 好吗 治疗